大家早安 我要來先泡一杯咖啡 今天要喝這個 這是威廉現在在台灣買的咖啡品牌 叫Meat Chew 就是預見咖啡 然後它是香草口味的 我覺得它超好喝 超香 這是它特別幫我 就是進來 現在還要搭給我的唷 然後它是做綠化的 我今天的行程就是去 吃溫哥華最新開幕的 哥登主廚開的漢堡店 就是我之前去Las Vegas有吃的那一間 他來溫哥華開店了 之後還會開它的牛排店 所以很期待 哇好香喔 我已經聞到咖啡香了 我們先來泡咖啡吧 我現在是喜歡喝美食 所以我就不會再另外加牛奶 但如果喜歡喝拿鐵 也可以少一點水 然後加一點牛奶 超香超好喝 我們家現在都只喝 不一定的咖啡豆 真的好好喝喔 等下喝完 然後我去打賣一下 我就出門吃飯囉 它的位置是在 可可可蘭這邊的 Hot Rock的賭場裡面 它很特別是它開幕前 有人去刷那個評論 然後是給 4點多顆星 Google評論 結果現在開幕才不到一個禮拜 變成2點9 很多人都留言說那個 漢堡很乾 不好吃 然後很失望 薯條沒有味道 所以 讓我有點卻步 因為我印象中在 Las Vegas是很好吃的 所以我們去吃吃看吧 如果你要走賭場裡 要記得帶ID 然後你也可以從外面走 就不用ID 它這邊是餐廳 看起來沒什麼人 它有酒吧的座位區 然後跟一般的用餐區 而且它用的那些真的超大的 它裡面很大很大 然後這是菜單 而且 沒有很多人欸 我以為會很夯 結果沒什麼人 我決定點一個 他推薦的House Kitchen Burger 第一廚房漢堡 然後加一個Sweet Potato Fries 我本來就想點那個Truffle的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Sweet Potato的比較好吃 所以他推薦我點那個 我就說OK好 然後他還推我一個前菜 Street Corn Tip 他說很配這個漢堡 所以就點了這幾樣 然後他飲料的話有一些 就是奶昔啊 然後紅白酒 還有這個是沒有酒精的 跟Cocktails 然後 然後 啤酒 我們期待一下好不好吃 它真的座位區超大 然後前面就是賭場 這是前菜 就是他推薦我 然後他說可以把檸檬擠在這個Chip上 這食物是我絕對不會點的食物 就是我自己沒有喜歡吃這種 但是他都這樣講了 我就吃吃看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這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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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好吃的耶 嗯 嗯 還不錯 很鹹 很鹹 可是這是有玉米的味道 很像在吃 玉米醬 玉米粥 然後有一點 cheese cream的那種感覺 還蠻好吃的 然後配上檸檬有點散 是不是 不過我就是覺得 有點貴 因為就是Chips嘛 不過是好吃的 味道還不錯 我的漢堡來了 看一下 招牌它很薄 有酪梨 番茄 辣椒 起司跟牛肉 然後我的地瓜薯條 開動啦 我們先吃一個薯條 嗯 它要蘸醬嗎 嗯 地瓜薯條很好吃耶 嗯 甜甜的 上面是糖粉 好吃 它不用再這樣 就直接吃 它要吃喔 再來是漢堡 我來吃吃看漢堡 蠻好吃的 咖啡 很有趣 好 很 faj 好 吃 好吃 嗯 它的肉 我開吃 很爽 然後 一寄uous Internet 乾一點點 我覺得確實是沒有像Las Vegas那時候是覺得那麼Juicy 但是 但是不錯吃 它那個口感就是很豐富 然後味道也很豐 所以它的肉比較乾一點 可是其他我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有點罵它 薯條也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漢堡好吃就是好像是在那個辣椒 它真的畫龍點睛 很好吃 它這邊有酒吧區 你可以坐在這邊吃 我吃完了 要走囉 我會放在這邊吃